最近的有一个案子在网络上流传的非常的广啊 这是一个公益项目叫真水无香公益所刊登的一篇文章啊 作者呢叫黄荣 那么黄荣也是这起案子当年的亲身参与者 咱们呢就用几期节目的时间来给大家讲述这起发生在20年前的非常精彩的案件 这案子发生在哪呢 发生在现今的杭州复阳区 20年前呢还不是杭州复阳区而是下属的复阳市啊 这复阳啊在古代的时候叫复春 在复阳呢有一条特别出名的江叫复春江 在前几年天王刘德华演过一个口碑不太好的电影叫复春山居图 对吧 那么这复春山居图呢 其实啊是元代画家黄公旺创作的水墨画 这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这幅画本身的故事就非常精彩 没办法为大伙细讲了 总之吧就现在前半卷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 后半卷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那么这幅图也被称为画中之蓝亭 大伙都知道蓝亭集序对吧 就是画里面的蓝亭集序可见多么的珍贵 这是国宝级的文物 所以大家呢也就能感受得到复阳复春这个地方的历史悠久 以及它的文化韵味 在复阳灵桥镇有一个村子叫外沙村 这个村子呢造纸业很发达 所以啊有着非常多的外来武工人员 这个村子离出名的复春江也就是一百来米 2001年6月20号 这一天呢是农历的4月30 大家都知道五月初五这是端午节 所以这一天呢距离端午节也就还有五天的时间 端午节啊 在北方啊 可能大伙没有那么重视 吃个粽子就完了 但是在南方确实很重视过端午节 像我在江苏待了那么多年 每到这个端午节 大家就吃午红啊 利亚蛋啊 华龙舟啊 是吧 所以呢 这一天呢 快到端午节了 大伙依然是忙忙碌碌的 得制备一些过节的东西 这天早上 在外沙村发生了一件大事 他不是有很多的那些造纸公司吗 一家纸业公司的老总 娄某 他们家呀 就遭遇了灭门惨案 一家六口全部遇害 案发之后 公安各部门 警车乌乌扬扬扬的可就都去了 距离现场一公里之外的地方 大家这大门啊 每一次开每一次关都会引起大家的一阵议论 哎呦 怎么回事啊 看看吧 那么他家呢 是一个白墙蓝瓦的三层的自建房啊 就是自己建的那种小别墅 一进入房门呢 就是餐厅 餐桌上啊 还放着前一晚上吃剩下的粽子呢 您各位说了 这没到端午节呢呀 吃什么粽子呀 您别忘了 在江南地区 尤其在浙江 粽子可不是端午节的专属啊 平时大家早上起来吃早饭 都特别愿意买个粽子 对吧 弄个肉粽弄个蛋黄粽 梯里吐鲁一吃 哎呦 感觉这个舒服 那么在这个餐厅墙角边上 依靠着一辆铜车 再往前走那么几步 可就到处都是血了 楼梯上的血啊 还在那粘稠着 还没凝固呢 一进去 就是扑面而来的血腥味 一楼呢 躺着四具尸体 是楼某的父母 还有楼某的一对子女 楼某的儿子呀 只有两岁 是被人掐脖子 活活掐死的 这个只有两岁的小男孩啊 还穿着开裆短裤呢 趴在厨房的地上 四岁的女儿呢 被放在了卫生间脸盆下面 这一对姐弟 那么的弱小 那么的无助 进到现场的警方 看了之后 那都是气愤不已啊 怎么这么残忍呢 怎么连这么可怜的孩子 都不放过呢 一楼啊 到处都是血 到处都是被打碎的 各种各样的家伙事 通过这些场景 警方也判断出来 当时住在一楼的爷爷奶奶 为了保护孙子孙女 进行过殊死的搏斗 男主人可能听到一楼的动静 跑下来 跟凶手啊 狭路相逢 拼死的守住这个家 拼死的保护自己的父母 保护自己的子女 后来从楼梯 一直退到了二楼卧室 楼某身上一共中了六十多刀 伤口那是触目惊心的 各位想想一个人身上 中六十多刀啊 她倒下之后 女主人也就是楼某的妻子 没有地方可逃 没有地方可去 所以被乱刀砍死在床上 这个家里留下的 唯一的一个活口 是院子里边养的一只母鸡 这在杭州历史上 都是十分罕见的恶性案件 被公安部列为当年第十七号 挂牌独办案件 惨案在当地啊 也引起了老百姓的恐慌 一时之间呢 家家户户都开始去抢防盗门防盗窗 哪怕家里装了防盗门防盗窗的 感觉旧了 我也得换新的 这富阳当地的防盗门窗 可成了紧缺物品了 除此之外 这外沙村家家户户 也都装上了与110报警中心 联动的报警装置 不光是换防盗门窗 不光是装报警装置 这还不放心呢 大伙啊 又四处去买狗养狗 很多人家到了晚上啊 再也不敢说 一个人睡一间屋子了 都是一大家子人 挤在一个房间睡 这才能够安心一点 对于警方来说 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出了这么大的恶性案件 第一件事情 就是赶紧的走访摸牌 杭州警方啊 这一次展开的排查规模 是前所未有的 每一天天不亮 外出工作的警察就都出发了 人手一顶草帽 一瓶矿泉水 就开始走村窜户 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 现场勘查工作呢 也进行了一个多星期 除了原本的计真人员之外 还请来了各路专家 经过现场勘查 得出了初步结论 歹徒啊 是翻墙入院 溜门入室的 脱了鞋进了屋之后 把被害人一一杀死 最终一共抢劫了79块钱的现金 还有一个手机 随后逃跑 凶手至少是两个人 年轻力壮 流窜抢劫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破案难度非常的高 为了加大案件的侦破力度 专案指挥部呢 就组织杭州城区 各公安分局的技术人员 分七个工作组 带着现场提取的指纹照片 到全国十个省份的71个县市 开展串案病案比对工作 在这给大伙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进行这项工作 既然凶手犯下了 如此恶性的案件 很有可能 他不是第一次作案 如果不是第一次作案的话 在结合他们很有可能是流窜人员的这个特定身份背景之下 那么他有可能会在别的地方有案底 在别的地方有案底的话 或者在别的地方作过案的话 那么兄弟公安部门那很可能就也会有这几个人的指纹资料 所以这才进行比对 各位 十个省份 七十一个县市 就拿着这么几个指纹 就四处去找 这工作这就是大海捞针呢 不过对于警方来说 哪怕是大海捞针 那也得捞 当年7月23号 朱济市公安局传过来线索 说发现了与现场指纹比对一致的嫌疑人员 经过进一步的侦查判断 有四名贵州松陶级的人员被锁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 这四个人分别是田兴寿 田英成 吴志金和吴志云 他们作案之后啊 已经分头逃回了松陶老家 这松陶呢 隶属于贵州同仁市啊 当地啊是云贵高原 各位我就跟您这么说吧 松陶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山叫范靖山 大家应该没去过也知道长什么模样吧 恨不得那山 恨不得那山峰都跟金箍棒似的 一根一根就杵那的 对吧 当地的地形极其的复杂 这种地理环境自然环境 也给来自杭州的追捕组的警察 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当年7月23号下午 时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于伟民 就带领着杭州620专案组 一部分办案警察 先到达了贵州同仁 向当地的刑侦部门做了案情介绍 取得了他们配合之后 又日夜兼程的赶到松桃 松桃在当时啊 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之一 经过松桃警方调查摸牌 得到的情况反馈来看 逃回来的四名凶手就藏在村寨里面 可是哪怕就知道他们就在家里呢 但抓捕行动很难展开 他们所在的村寨啊 地处大山腹地啊 就四处都是大山环绕 村民们呢 住的非常的分散 村子里边啊 既不通电话 更没有手机 汽车 你想到那去 想都别想 所以啊 这种环境 你就没有办法展开这种大规模的抓捕 最后大家也是一咬牙一狠心 得了车不是上不去吗 咱走上去 7月26号凌晨三点 杭州松桃警方50名警察 组成了一个抓捕小组 在黑夜之中啊 艰难跋涉 进入到了村庄里面 可是这四个歹徒都有重案在身呢 他也怕警察找着他呀 根本不敢在家睡觉 全都躲在了附近的山上 因此这一次抓捕行动失败了 同时这也打草惊蛇了 让几个嫌疑人知道 哦 我们的凶案已经暴露了 杭州警察已经追到了松桃 于是他们决定分头逃跑 这就给抓捕行动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那么到底能不能顺利的抓住这几个犯罪嫌疑人呢 他们又会逃到哪呢 咱们接着上期节目说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案发当年2001年7月26号凌晨三点 杭州和松桃警方联合组成的追捕小组 一共是50名警察 在乌漆麻黑的夜晚啊 长途跋涉进入村庄 可是这几个歹徒啊 根本不敢在家睡觉 全都躲在附近的山上 所以这次抓捕行动呢 也就失败了 正因为这次抓捕行动 打草惊蛇 让嫌疑人知道了 哦 我们犯下的案子已经暴露了 杭州的警察都追到我们松桃来了 于是他们分头啊 就躲进了大山里面 给追捕行动增加了更多的难度 再加上这几个人都是当地人啊 谁没有几个亲戚 谁没有几个朋友啊 所以啊 到了他们老家之后 这种社会关系错综复杂 专案组在松桃警察的配合之下 一共整理出了嫌疑人的各种关系人 达到六十多人 分散在松桃的各个乡镇 松桃的乡镇 跟杭州的乡镇 它不一样啊 啊 在大山里面近的都得走各把小时的山路 远的就要走四五个小时 在那一段时间呢 追捕组呢 分成了几路 就天天在大山里边长途的跋涉着 每一次行动之前呢 大家都是满怀信心 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们 但是每一次都没有成果失望而归 这一年八月十七号 有一条消息传了过来 说嫌疑人在大山里的某个寨子里 于是松桃县公安局立即组织了大搜捕 这也是当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搜捕 当时整个松桃县只有二百四十多名警察 他们把所有能够调集的全部警力都抽调出来了 加上专案组当时二十多名杭州警察 一共啊 二百多人浩浩荡荡的参加了搜捕行动 被抽调的松桃警察 在哪个乡镇的都有啊 要么是搭车的 要么是坐公交的 要么是走山路的 都在指定时间赶到了县局 可是这一次的搜捕行动还是失败了 乍一听 二百多人呢 那么多人找不着这几个犯罪嫌疑人呢 各位 您想想 在那么一片茫茫群山里面 二百多个人 你放进去连看都看不见呢 在这之后啊 警察和逃犯之间 就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 有好几回都是明明已经快找到他们了 就差最后一点 还是功败垂成 为了保证行动不走漏消息 民警们呢 每回啊 都是在天色快要黑的时候在出发 绕过村村寨寨 徒步从大山上翻越到目标地点 有的时候啊 甚至目标地点就在悬崖峭壁下面 那怎么办呢 又没有路能下去 就直接拿绳子吊着 你得下到这悬崖深处 每回啊 都得爬几个小时的山 这夜找就是一整夜的时间 有多艰难呢 大山里面没路灯啊 天黑看不清路 在行径过程之中 警察的身上啊 被山上的那些有毒的植物 刺得浑身是伤 那些伤口都得一两个月才能痊愈 哪怕这些伤长好之后 还会留下一道一道的伤疤 在爬山的时候 连呼吱带喘 满身大汗 可到了指定地点 在那守候的时候 大山里边晚上多冷啊 一个一个又冷的呀 在那瑟瑟发抖 一守啊 就经常是守十几二十个小时 大山里面天气又复杂多变 如果说遇到突然下起一阵大雨 下点山雨 那守候队员们就得干淋着呀 一淋可就是一宿啊 松桃的警方啊 还好 对于杭州的警方来说 更不熟悉山路 所以从几米深的山壁掉下来受伤的杭州警察 那不在少数 别说人受不了 再给大伙说一个细节 连警犬都受不了 当年知道嫌犯逃到大山里面了 按照常规的搜寻 杭州警察呢 把警犬带过去了 大家都知道 警犬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啊 但是杭州的警犬跑惯了江南的平地了 突然面对着这大山 也受不了 这些警犬呢 跑了没多久 就会口吐白沫 体力不支 再也跑不动了 得亏啊 当时杭州警察跟过去的 有一位训犬能手 今年呢 还刚刚荣获了七一勋章 大家就能够想见啊 到底他的训犬本领有多么的高强 一看从咱杭州带过来的警犬 这不行啊 体力跟不上啊 那怎么办呢 找到了贵州当地的一些土狗 这些土狗天天在山路上跑来跑去的 他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 几天的时间就把这些土狗 变成了言听计从的工作犬 让这些土狗帮助侦查 除了当地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当地的警方的这些硬件设施啊 也跟不上 20年以前 松桃县整个公安局只有四部电话 为了节省电话费用 电话呢 装在了半个盒子里边 就是只能接电话 不能打电话 县公安局啊 只有一台电脑啊 老的那种386电脑 各位我估计提到386 30岁以下的朋友可能都不太清楚啊 最早就是什么386486586 再到后来才有了什么奔腾啊 这一系列的啊 据说那台电脑 整天的都是盖着布 从来就没打开过 在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之中 松桃警方 有一位民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位民警呢 叫龙靖 当然现在已经是贵州同仁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了 并且先后两次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当时龙靖啊 还不是什么领导呢 他呢 就是一个管片民警 并且啊 他在派出所一工作 已经是工作了八年时间了 咱们刚不说了吗 8月17号组织了一次大搜捕 但是没搜出什么动静来 也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到了8月18号 龙靖啊 接到了一个情报 说嫌疑人里面 田英成和田兴寿这俩人 可能已经逃到了太平乡上天堂村 这个村子呀 人口不多 就那么几十户人家 这村子呢 在那群山里面比较高的一个山顶上 从县城出发 你要想着到那 最起码两个小时的车程 你再步行三个多小时爬山 加起来得五六个小时才能到 所以你不可能让全部警力 乌乌泱泱的冲上去 万一没有呢 你再乌乌泱泱的下来 那不麻烦吗 为了核实情报的准确度 那一天呢 龙静一个人呢 就悄悄的去那个村寨里边走了一遍 亲眼见到了田英成 哎 这田英成果然在这 然后龙静啊 不动声色 立刻赶回县城和专案组商量 当天晚上 松桃警方还有杭州警方 一共二十二个人组成了行动小分队 晚上八点半乘坐三辆吉普车就出发了 车呀 开了两个小时 所有的民警们感觉浑身都被颠散架了 下了车 接着爬山吧 对于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来说 这山路哪叫路啊 只不过就是被人多走了几趟 勉强的能够下脚而已呀 哪怕本地人 哪怕松桃警方说实话也发出 很少在晚上长时间的走这种山路 所以啊 他们在爬山到达这上天堂村的路途之中 不停的有人踩到牛粪 也有人掉进路边的水田里 甚至还有人摔跤扭伤了腿 但是没有人叫苦 哪怕扭伤了腿 依然咬牙坚持的 行进的速度丝毫没有减慢 到了八月十九号凌晨十二点的时候 这路啊 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非常劳累的民警们决定稍微休息一下 为了保证行动的绝对秘密 当时呢 帅队的副局长就宣布 不许打手电 不许抽烟 不许说话 不许发出声响 更不许掉队 当时农历是七月底 那一天呢 很黑 没有月亮 那家伙 伸手不欠五指啊 山是越来越高 这路呢 这路呢 也越来越险 大家呢 是手脚病用啊 一边走 一边爬 路上啊 得蹚过三条小河 这小河呢 也就十几米宽吧 但是啊 都是七腰深 虽然有过河的小石墩 但是啊 大家就怕走石墩的时候 一不小心掉下去 扑通一声 让别人听见了 那怎么办呢 得了吧 别走石墩子了 直接从河里蹚过去 凌晨一点四十分 在完全隐蔽的情况之下 小分队进入到了预定地点 田英城呢 感觉我都躲山顶上来了 这警察还能找着我不成啊 就感觉很安全 是吧 他呢 也就放松了警惕 凌晨的时候 还跟别人打着麻将呢 警察到了预定地点之后 一推门 这田英城可就愣了 估计他心里琢磨呢 颜 警察 找谁呀 找我吧 哎呀 不对找我呀 反正就在他愣着的时候 抓着麻将的手 就停在了半空之中 还没等他有什么反应 时任杭州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大队长 邵小峰 松桃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教导员石登海 一块冲上去 把他就掀翻在地上 一副正亮的手铐 可就挂在了他的手腕上 620大案 第一个嫌犯正式落网 田英城的落网 也鼓舞了专案组 继续追踪 其他三名嫌疑人的信心 那么其他三名嫌疑人 到底在哪儿 在追捕他们的过程之中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上期节目 咱们提到了 经过无数的艰难波折 终于是抓获了第一个犯罪嫌疑人 田兴成 可是除了他之外 还有三个人呢 还有一个田兴兽 还有一对无视兄弟呢 这起案子的侦破 对于杭州警方 松桃警方来说 这就像怎么也看不到头的一场硬仗似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把这三个人全抓住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彻底结束这一切 在案件侦破过程之中 在追捕四名嫌疑人的过程之中 这追捕组里面的杭州警察 是来了一批又一批 可是始终有一个人 从来没有撤下来过 一直坚守在贵州松桃 这个人呢 就是被大伙称为大胡子的邵小峰 邵小峰呢 当时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重案大队的大队长 在后来的配合之中啊 贵州当地的警察都说了 跟大胡子配合是最默契的 一来呢 大胡子为人豪爽 吃得了苦 对这儿的情况呢 又特别的熟悉 那么他为什么 后来被大伙称作大胡子 因为他养着一脸大胡子 可人一开始没有啊 他是为了不被贵州当地人 当作外来人 这才特地留的胡子 还穿起了当地的衣服 还学会了讲苗语 就讲当地的这少数民族的方言 这么着大胡子的外号也就来了 咱们之前节目提到过 在整个案件侦破里面 有一个民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是龙敬 龙敬一开始就是派出所的管区民警 为什么他能从管区民警直接就当上了刑警 这跟大胡子也是直接相关的 龙敬第一回跟大胡子见面之后啊 大胡子哨队啊 就发现 这个小警察呀 对管区的情况如数家珍 一眼就认定了龙敬 这是一块搞侦查的材料 当时就给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龙安达 就提建议了 把龙敬从派出所就抽调上来 协助侦破620案件 从这以后 大胡子哨队 还有龙敬这俩人呢 可就成了最佳拍档了 当时啊 在当地要想着走访摸牌 确实不容易 你不光是翻山越岭 应付恶劣的自然环境 你走村串巷的时候 你还得遵照人家当地的风土民情 当地的苗家人呢 有一习惯 客人一进门啊 别的先不干 得先喝上一大碗的包谷酒 大家平时喝酒 喝个42度53度啊 就感觉这度数已经很高了 喝不了 辣嘴 可是这包谷酒将近60度啊 喝尽一口气啊 那跟喝了一团火似的 但这是人家苗族人的风俗 你不喝 你就问不到相关的线索和情况 你就打不成一片 少队别看是杭州过来的 但是性格很豪爽 见着谁啊 一点也不生分 所以呢 特别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喜欢 可好多回之后 龙镜才发现 哎呦 合着我们少队酒量没那么好 为什么呀 少队啊 总是喝着喝着 悄悄的就到门外 自己啊 就抠喉咙啊 就抠嗓子眼 我相信咱们厅友里边有不少这么干过的啊 我也这么干过 喝了酒实在受不了了 抠了把它都吐出去 进来呢 接着喝 其实啊 少队酒量根本就不好 为了寻找线索 这是拿自己的身体抵挡啊 这一天下来啊 少队跟龙镜俩人 不知道得走多少户 得串多少门 你这不吐 你连三家也熬不过去 因为你在这家喝完了 你到下一家啊 你还得喝 为了打探情报 他们俩呢 就不能暴露自己警方的身份 所以呀 就装扮成各种各样的外来手艺人 比如说到这个村子里边 就装作是修散的 到那个村子里边呢 就装作是爆爆米花的 换了一个村子呢 哎 就装作是烟珠的 反正各种行当都装扮过 那扮起来有用吗 用处不大 甭管装扮成什么样 一到面对面的时候 真正喝完了酒 聊天聊痛快的时候 当地的苗族人呢 都会跟他们说 行了 你们啊 也别蒙我们了 一眼就看破了 你们这就是浙江的警察 又来查案子来了 民警们呢 不光是白天忙活着 到了晚上 那也歇不住 经常得走夜路 经常得执行夜间任务 大晚上通常一熬 这就是一宿 最难熬的呀 还不是说山里边冷啊 而是困 你说谁一宿不睡觉 他不困呢 因为毕竟白天忙活了一天了呀 那这困怎么办呢 于是啊 松桃当地的警察 就带着杭州的警察 就在山上啊 到处找那种野辣椒 就让他们吃这个野辣椒 你一吃 在那呛的直咳嗽 那个困劲也就过去了 后来呢 杭州民警还发现了一个防止打瞌睡的方法 山上不是有那荆棘吗 就带刺的那种植物啊 用那个刺扎自己的胳膊 你这么一疼 那么也就不困了 那时候夜晚进行搜捕的时候 只要进到村寨里面 最怕的呀 不是狗 是什么呢 大鹅 家里边养过大鹅的都知道 那些大白鹅啊 可凶猛了 我小时候只要回到老家 我爸妈就总嘱咐我啊 离那些大白鹅远点啊 那玩意真是盯上你 你跑都跑不了 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 大胡子哨队啊 后来都熬出来一身病 突然有一天呢 就难受不停的吐 大家呢 也都认为他是犯了胃病了 他自己呢 也不去医院看 那就接着熬吧 后来实在熬不住 去医院这么一检查 急性胆囊炎 疼的呀 几乎满地打滚 医院的大夫呢 说不行 你这种情况太危急了 得动手术 可是当地的医院 医疗条件比较差 得让大胡子哨队 回杭州做手术 哨队呢 回杭州待了几天 可就又回来了 在杭州医院 也要给他动手术 但是果断的就拒绝了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回到了松涛 龙靖一开始啊 总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哨队 对这个案子就这么上心呢 案发当年大年三十晚上 整赶上龙靖和少队 到附近的山上去守着去 就听到啊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在山顶 可救他们俩人 这时候少队呢 接到了案发地 也就是复阳 那个村子村支书 打过来的电话 给少队拜年 结果这村支书一听 少队还在山上 等着杀人犯呢 就特别感动 代表全村的老百姓 就感谢少队 就在这个除夕之夜 挂了电话之后 少队啊 就跟龙靖说 这个案子啊 被害的一家人 真是全天底下最可怜的 之前他们有一个 九岁的儿子 游泳的时候 意外溺水 就死了 后来这才生了 这一对姐弟 两岁的男孩 白白胖胖的 人见人爱 本来之前就遭遇了狮子之痛 这慢慢的 刚刚平复一点 哪知道全家又遭到灭门呢 被劫走的只有79块钱和一个手机 你知道吗 龙靖 那家最后的一个活口 是那只孤独的老母鸡啊 在杭州办案期间呢 我每天呢 都会抓把米喂的 来贵州追逃之前呢 我还把这只老母鸡 委托给同事 让他们帮着照顾着 其实啊 我们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每一个警察 都对这些大案要案 穷追不舍 我们听听这些案件故事 我们看看那些纪录片 看看那些照片 都气愤不已 心情啊 都不能平复 更何况 对于警察们来说 每起凶案被害人 那不是抽象的数字 那不是影片 那不是照片 而是真真切切的 你看到了受害者 你看到了那些鲜血淋漓啊 对于每一个警察来说 他们感到最欣慰的 不是说 你给他多少多少表彰 你给他多少多少奖励 而是真真切切 侦破案件 抓获凶手的那一刻 龙镜也好 少队也好 其他的那些参战民警也好 他们那么长时间的付出 没有白费 2002年3月14号 松桃县警方 接到了一个村民举报 说一座山上啊 发现了一个山洞 在这山洞里面 看着像是有人居住过的样子 时任松桃县公安局副局长的龙恩达 当时就带领着民警赶到山上 找到那个山洞之后啊 发现山洞里面呢 没有人 但确实有生活痕迹 于是就带着所有的民警在四周 可就埋伏起来了 一直等到了傍晚 有两个人呢 从山上下来了 龙局长当时就拔出手枪 对准了他们俩 其他的民警啊 也不顾一切的冲上去 把两个人就摁倒在了地上 仔细这么一看 这俩人果然就是 富阳灭门惨案的犯罪嫌疑人 吴志金和吴志云兄弟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压界 好不容易到了山底下 就在把吴志云压上警车的时候 吴志云呢 一打滚 可就挣脱开了 像边上一个五米多高的陡坡 就跳了下去 玩了命的朝着一处河滩 可就跑了过去 眼看着好不容易抓住的嫌犯 又要掏之夭夭 松桃刑警 陈松这么一看不行啊 紧跟着纵身一跃 也就跳了下去 那么陈松能不能把吴志云给抓住呢 上期节目播完之后啊 我看有听有留言了 说这节目讲的就是在拍马屁啊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的安定生活 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子的英勇的警察 在为我们时时刻刻的守护着 所以啊 这马屁拍的还不够 我们还要更多的去宣传这些正能量的故事 而对于执法队伍里面的那些害群之马 就像我们前两天更新的 派出所长的生意经节目似的 对于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呢 也要多多的抨击 多多的批评 我们也不能让那么多的平凡的英雄 在苦心泪心的同时 还更加的寒心 行了 咱们呢 继续来讲这个案子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这吴志云要压上警车的时候 突然打了一个滚 可就挣脱开了 旁边呢 是一个五米多高的陡坡 蹭蹭一下 他就跳下去了 眼看好不容易抓住的嫌犯 马上要逃之夭夭了 松桃刑警陈松 也纵身一跃 跟着就跳下去了 在吴志云跳入河中之前 把吴志云就给抓住了 随后啊 被抓捕的三名犯罪嫌疑人 都被压借回了复阳 当620案的嫌犯 被压借回来的时候 复阳城整个都沸腾了呀 不过各位 四名犯罪嫌疑人 现在只抓到三个 还有一个田兴兽呢 抓捕田兴兽的艰难 事先就连警方都没有预料到 大家谁也没办法想到 抓捕田兴兽的工作 从2001年一直持续到了2020年 咱们首先来说说 为什么当时抓捕工作那么艰难 首先呢 松桃这个地方 在90年代末的时候啊 背景呢 是比较特殊的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松桃啊 民间制枪犯枪的现象 非常的猖獗 成为了全国三大黑枪制造基地之一 为什么当地那么多人造枪卖枪呢 这玩意儿就跟毒品似的 这都是暴力行业 重金之下必有猛夫啊 有的人就愿意为了金钱铤而走险 有一份官方的数据 1993年的时候 全国开展收缴民间枪支行动 贵州同仁地区一共收缴了两万多支枪 松桃一个县就占了七千多支 1998年再次收缴又在松桃收缴了几千支枪 此后短短的几年时间 松桃的枪换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时候啊 当地每家每户几乎都有枪 所以啊 在村子里边 寨子里边 人们吵吵架 斗斗嘴 往往一言不合 拿出枪来 可就干上了 特别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事件 2004年的时候啊 有一个新闻媒体报道 松桃是这么说的 说外地老板到松桃投资的时候 有三大防身的招数 警棍 砍刀 石灰包 穿金带银的女同志 晚上不出家门 杀人 抢劫 打架 扯皮的 几乎天天都有 还有一家新闻媒体说 说松桃一年生产的枪支 可以装备一个尸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放到今天 我们是无法想象的 620案之后 龙靖呢 就被调到了 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正式的当上的刑警 龙靖啊 在刑警生涯这么多年里面 曾经不止一次的参与射枪案件 因为工作突出 2003年的时候 龙靖的临危受命 成为了松桃县公安局 第一任机枪队的队长 龙靖啊 上任第一天 就跟战友们说 要彻底根治枪换 就不要怕流血牺牲 有一回呢 龙队他们呢 接到了线报 说有外地人呢 到松桃买枪 于是 龙队带着战友们 在相关的路段 射卡等着 凌晨12点多 就看到那村道上啊 有灯光 就射了过来 是一辆外地牌照的车 开了过来 龙队他们呢 就示意这个人停车检查 结果那个人一看是警察 就想强行的床卡 把车窗摇了下来 伸出枪 砰砰啪啪的 朝着龙队他们一阵扫射 当时啊 龙队的大腿 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 当时呢 也来不及细想 凶手开着车 往县城方向就逃了 龙队随手找了根布袋子 紧紧砸住了大腿 立刻上车 追捕歹徒 差不多追了十多公里 在一个地方 把这歹徒呢 就给堵住了 双方啊 可就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没过一会儿 对方的子弹打光了 这才被抓获 这时候龙队 这才急匆匆的 赶到县城医院 帮助龙队 处理伤口的医生都说呀 说你太幸运了 因为是穿透伤 子弹呢 从大腿的一边射进去的 又从另一边给穿出来了 子弹离大腿的鼓动脉 只有一毫米 由于子弹是那种劣质的 自造的子弹 所以呀 它的那个形状很不规则 有细小的弹片 就留在了大腿里面 医生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把弹片给取干净 对于龙队他们来说 类似危急的任务 那是多的数不过来 有一回呢 杭州警察 大胡子队长 也去帮龙队他们破案家了 大胡子呢 就装作来买枪的浙江的商人 龙队呢 装作大胡子的马仔 就跟当地的饭枪团伙进行交易 那一回也特别危险 因为龙队他们呢 就担心大胡子队长露馅啊 可是咱们之前节目说过了 大胡子少队啊 之前为了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苗语说的很溜了 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 那在心里是门清 所以在临场发挥的时候啊 那是绰绰有余 最终团伙头子身心不移 顺利的就打掉了这个饭枪团伙 从2003年到2011年期间 龙队他们呢 就深入到各村各债查找线索 寻找枪源 捣毁窝点 先后啊 侦破了非法买卖制造枪支案件300多起 缴获了各类仿制手枪500多支 抓获了射枪嫌疑人 250多人 捣毁了造枪窝点33个 缴获了造枪零部件 好几千件 到了2011年的时候 松桃县才终于摘掉了 全国枪换重点整治县的帽子 所以抓捕最后一名嫌疑人 田兴兽的艰难 和当地当时的这个背景 也是分不开的 有一次啊 有消息传过来 说田兴兽呢 在亲戚家里边 龙静和他的队友龙海岩 带着几个民警就赶过去了 龙静啊 首先就冲进屋子 田兴兽呢 坐在桌子前边 正在搓麻将呢 龙静一步就跨上去 就抱住了田兴兽了 可田兴兽从小就学武功 两三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龙静龙队呢 又瘦又小 根本拽不住田兴兽 被他用力这么一争 只拽下了田兴兽的外套 田兴兽随后就从窗户那儿啊 给跳出去了 外边呢 是个池塘 当时啊 天色非常黑了 龙队呢 也看不清楚 朝着那池塘里边 拿出枪来就射击 突然池塘里边 就响起了队友龙海岩的声音 龙队别打 是我 原来啊 龙海岩他们 也正在往池塘边上靠近呢 田兴兽就这么的 再一次逃脱了 这次追捕经历 让龙队非常遗憾 这是当年最接近田兴兽的一次 龙队后来回忆说呀 我都已经抱住他了 我都拽住了他的胳膊了 再来俩人就拿下了 当然最终能够在2020年抓获田兴兽 跟20多年之前 龙队一次不经意间的举动 是直接相关的 620案案发前两个月啊 有一个刑满释放的男青年 到了龙队工作的派出所报到 这个人15岁的时候 因为抢劫供销社 杀害了一名工作人员 被判刑10年 那时候呢 山里边的派出所 也没有现在规范 接待的民警啊 就让他直接回去了 旁边的龙镜呢 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对劲 应该做点什么 于是啊 他蹬着那二八自行车 在山路上就截住了这个男青年 把他带回了派出所 用一次性的照相机 给他拍了一张一寸照片 那么这个男青年 就是后来2020年11月份 落网的田兴兽 龙队拍下的这张照片 就成了他最终落网的 主要依据之一 从2001年到2020年 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 刑侦科学技术啊 不断的进步 各种各样刑侦的手段 是层出不穷 所以呢 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之中 大家呀 也是与时俱进 在这个过程里面 警方对于田兴兽的追捕工作 始终没有放弃 也没有停下来过 复养警方呢 多次组织专案警力 到上级公安技术部门 以及贵州等重点省市 开展专项工作 围绕田兴兽留存的各种信息 尤其是龙镜当时拍下来的 那张照片 开展挖掘研判 警方就只有一个念头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2020年10月31号的时候 贵州省贵阳警方在工作之中发现 辖区里面呢 一个自称叫李波的男人 极有可能就是在逃犯罪嫌疑人 田兴兽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浙江省公安厅杭州市公安局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 省市区三级公安部门密切配合 第一时间组织警力赶到贵阳 经过工作确认这个李波 就是在逃19年的犯罪嫌疑人田兴兽 2020年11月1号下午 犯罪嫌疑人田兴兽被抓获 那么田兴兽这些年都到哪了呢 据田兴兽自己交代 说当时啊 案发之后 他们呢 就赶紧逃到了贵州松桃老家 可没过多久 浙江警方就追过去了 又开展了浩大的搜山围捕行动 剩下的三个同伙又陆陆续续的落网了 所以田兴兽吓得都不行了 一开始的几年里啊 田兴兽就跟野人似的 常年的一个人住在深山里 就靠山上的野果子野生动物 以及偷地里的庄稼为生 一有风吹草动就逃到大山深处 过了几年之后 他怀着侥幸的心理到了贵阳 靠给别人打扫卫生 勉强的过活 甚至这么多年 他工作得到的工资 不敢自己去领 都是让工友帮忙领取 那么当时 他们四个人 为什么要犯下这起血案 这是大家最后一个疑问 到底他们和被害的一家人 有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还真没有 几个人呢 就是好逸无劳 感觉钱不够花的 所以啊那天到了娄某家里边 单纯的就是为了抢钱 进而把一家六口全部残忍杀害 结果没想到最终只抢了几十块钱 这起陈年的旧案 随着田兴寿的落网 终于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02年的时候 除了田兴寿之外的其他三名犯罪嫌疑人 都已经被依法判处死刑 并且已经被执行了 田兴寿的判决结果 我们现在呢还看不到啊 但是相信等待他的一定也是法律的严惩 前后二十年呢 这起案子终于能够完满的结案了 在这二十年里 参战的民警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不用我说 大家也都能够想得到 所以呢 我们应该感谢这些默默付出着的英雄们 后来啊 龙靖龙队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表彰 当时他是贵州省政法系统的唯一一个代表 在表彰大会上 总理走到他身边问他 说你来自哪里啊 龙靖非常自豪的说 我是贵州公安 如今的龙靖啊 还依然奋斗在前线 不仅如此 龙靖的儿子啊 也已经长大了 现在他也成了刑警中的一员 所以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啊 给大家讲的这不仅是一个案件故事 更是这案件背后所有参战民警的故事 这是一个我们感觉很熟悉 但同时我们有非常陌生的特殊职业 我们有必要更多的为大家讲述这些特殊职业 背后的故事 今天要说的故事发生在我国的东北边境地区 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隋斌县 这里位于中俄边境 隋斌县往北就是俄罗斯了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2012年的5月份发生了一起血案 2012年5月13号凌晨5点 48岁的牛某被发现死在了自己家中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死者牛某的妻子名叫王金荣 案发当晚王金荣并没有在家 而是在自己的弟弟家住的 因为死者牛某有比较严重的耳背 如果声音不够大 他是听不到的 当晚王金荣原本是在弟弟家串门 在晚上10点钟才回家 但是回家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没有带钥匙 就在家门口敲门 可是敲了半天 牛某一直没有来开 他们家住在一楼 所以王金荣就到窗户外面去看了一下 结果发现屋子里已经关灯了 他心想牛某一定是睡着了 没有听见 于是干脆他就又回到了弟弟家里 在那儿睡了一晚上 之后第二天早晨5点 因为当时正是农忙时节 要下地干活 牛家雇佣的一个工人 就给牛某打电话 让他一起下地去干活 可是打了一会儿没打通 于是工人就打给了王金荣 王金荣也非常奇怪 因为平时5点多早就已经起了 于是他就赶紧起床回家去看看 可是敲了半天门 还是没有开门 于是王金荣就又去窗户外面看了一眼 结果发现卧室的墙上有大量的血迹 所以他赶紧报了警 接到报案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这是一起谋杀案件 死者牛某死在了卧室的地面上 通过尸检 推测他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前一天晚上的9点到10点之间 那王金荣当晚10点多回家敲门的 那么也就表示当时王金荣敲门的时候 其实牛某已经遇害了 在死者牛某头部有两处伤口 这两处伤口都是致命伤 都非常深 可以直接看到那伤口下面有脑组织 而且这两个伤口 一个长达9厘米 一个长达10厘米 如此深 如此长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凶手 他是非常恨的 他的怨气是非常大的 那么也就表示凶手和死者之间 可能是有仇 他就是想置对方于死地 因此下手非常重 而且在现场的墙上也能看到 都是喷剑式的血迹 这也说明下手是特别重的 不过呢 在屋子里没有发现明显的搏斗的痕迹 倒是衣柜被打开了 看样子这个案犯 应该是要找某些东西 有可能是找钱财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让警方感到非常震惊 就是现场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在地面上 警方发现了非常非常多的脚印 他们数了一下 分别属于九个不同的人 而且这些脚印都比较清晰 这应该是最近刚刚留下的 那这就让警方感到非常疑惑了 即便说家里来客人 也不可能一次来八九个吧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脚印呢 更何况这脚印还都比较新鲜 这明显是最近这一两天刚刚留下的 而今天牛某又死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让现场变得非常乱 警方很难去辨别去侦查 那在这儿咱们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这些脚印其实非常重要 他对案情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然后面咱们会详细的分析 这除了脚印 在客厅沙发上 警方还发现了有两处血迹 血迹旁边有一个女士的一个包 这个包明显被翻动了 这和衣柜被翻动应该是相呼应的 那经过检查 牛家丢失了一万元现金 那么这么看的话 没有钱了 钱丢了 会不会是为财杀人呢 但说实话 这种可能性其实非常小 咱们说了这么多案子了 通过目前我们交代的线索 大伙应该也能看出来 如果是为了钱 是盗窃或者抢劫的话 一般来讲 没有必要杀一个人 即便说为了逃跑杀人了 也不会下手这么重 这明显看起来是有仇怨的 再一点呢 就是凶器了 根据伤口的形状 挺长挺深的 而且它这个纵向来看 越往上越宽 所以法医认为 这凶器是一把斧子 经过检查 牛家的斧子都还在 那么说明 这凶器这个斧子 是凶手自备的 而如果说真的是单纯的 入室盗窃或者抢劫 他们带的凶器 一般都是比较轻便的 什么匕首之类的 他不会用斧子太沉了 所以说从凶器来看 基本也可以判断 凶手的目的 他应该就是杀人灭口 而拿走钱又翻柜子翻包 这可能只是一个顺带的行为 除此之外 需要说的是 牛家的条件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他家里比较富有 承包了几百亩地 他们住的这个小区 条件也不错 一栋楼上只住四户 两层 所以说他们家条件很好 家里有非常多的 值钱的一些珠宝首饰 还有一些收藏品 而且这些东西 有一些就摆在明面上 但是这个案犯 他只拿走了一万的现金 没有拿走这些珠宝首饰之类的 那如果真的是为了钱 那不可能光拿现金的 所以说呢 案情到这 对这起案子 警方心理上 基本就有一个数了 首先这个案犯 这凶手 他应该是一个男的 何以见得呢 死者牛某 只有头部存在两处致命伤 其他地方没有伤口 而凶器又是斧头 我们想 如果是女性作案 其实他不太可能说两下就把牛某砍死 毕竟强壮的女性很少 那是少数 而且牛某呢 他也不是等闲之辈 我们要知道 牛某他生前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当地的治安员 治安员的工作 就是协助警察 维护当地治安 所以说牛某他的身体条件 一定是不错的 那么这个凶手 他能够两三下 就杀害了牛某 只在头上留下这两个伤口 那么说明这个凶手 他也是比较强壮的 大概率是一个男性 其次 警方认为凶手和死者 有可能是认识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主要依据 就是现场的门窗 都是完好无损的 没有被破坏 唯独那个卫生间的窗户 被破坏了 这个为什么 这其实跟凶手没关系 一会咱们会说 那么这就说明呢 凶手他是比较顺利的 进入了被害者家里 那就只能说明 他和被害者可能认识 不然的话怎么进来的 而且不光认识 就像前面分析的 他们可能还有仇 所以下手才会这么重 那么结合这几点呢 警方对死者牛某的关系网络 就做了一下梳理 最终有几名嫌疑对象 就进入了警方的事业 而这几个非常巧 这几个人都是牛某生前的朋友 那么他们都是谁呢 在说之前 咱们还是回到现场 看看现场的足迹 刚咱们说了 现场一共有九个人的足迹 除了死者的还有八个人 而且这些足迹都是新鲜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到现场呢 他们都是新鲜的 这说明极大概率 是案发之后来的 这确实很奇怪 当时警方都说 从警这么多年 没有看到过这么乱的现场 后来警方找到这个报警的 这个死者的妻子王金荣 找他一问 这事才明白 说当天早晨 王金荣接到那个电话之后 就赶紧到家里敲门 敲不开 就往窗户看 结果看到血迹 于是报警 但是与此同时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丈夫在里面是死了 还是受伤了 他非常着急 就需要马上进到屋里 查看情况 但是他没有钥匙进不去 这个时候怎么办 救人要紧 旁边就有热心的邻居和亲戚 一起帮着把那个卫生间的窗户 给破坏了 通过卫生间的窗户 才进到了家里 所以说 那个卫生间的窗户 是亲朋好友们给破坏的 而这八个人的足迹 就是当时来帮忙的 那些亲朋好友留下的 但是即便如此 警方还是不太能理解 牛家住在一楼 虽然这个卫生间的窗户 装了防盗网了 但是这窗户本来就不大 那防盗网也不大 最多最多三四个人也够了 完全可以把窗户给弄开 那怎么可能叫了七八个人呢 光把这些人叫来 把他们凑齐 都得好长时间了 而且后来他们还都进了现场 这实在是不能理解 不过呢 这不妨碍我们分析 既然说在现场还能提取到死者的脚印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凶手在作案之后 应该是没有清理现场 那么也就说明 凶手自己的脚印也被留在了现场 那么下面就是一个简单的计算题了 现场共有九人的脚印 除去一个死者的 那么剩下的八个人里 必定有一个是凶手 那么也就表示 案发之后来现场帮忙的八个人里 有一个一定是凶手 这也更加说明 凶手和死者 他应该是认识的 要不然也不可能来帮忙 而且这个凶手非常狡猾 他知道自己在现场留下足迹了 因此在案发之后 假装来帮忙 再次来到现场 以搅乱现场的足迹 妨碍警方侦查 所以毫无疑问 侦查的重点就在于当时进入现场的那八个人 很快这八位全都接受了警方的询问 简单介绍一下 这八位里面有六位是牛家的邻居 刚也说了 他家这个小区比较高档 每一栋楼只有四户 两层四户 左右两侧 每一侧两户 它是这样的一个布局 那么当时呢 他们这栋楼里面 有两户都来帮忙了 这两户一共有六位 除了这六位 另外那两位是牛某的好朋友 这一共是八个人 但之前分析了 凶手应该是一个强壮的男性 那么这八个人里面有几个是男性呢 有四个 而且巧合的是啊 这四个人里面有三个 当天晚上就在牛家跟牛某一起喝酒 这就有点意思了 当晚一起喝酒了 而牛某也是在当晚遇害的 那么这三位自然就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咱们就挨个来看一看 这三位都是谁 首先第一位 他是住在牛家楼上的邻居 他叫范慧丽 在这三个朋友里面 这个范慧丽跟牛某的关系 算是最不亲近的 当然只是相对来说 因为他们仨和牛某都是好朋友 这个范慧丽呢 和牛某认识的最晚 所以说相对来讲 算是最不亲近的 而且范慧丽啊 他也确实是最先引起警方注意的 为什么呢 根据其他的亲朋好友的说法 说这个范慧丽和牛某 一直打算一起做生意 目前正在筹集资金 还没开始干呢 但是呢 当警方向范慧丽了解情况的时候 范慧丽却表示 他们俩并没有一起做生意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个打算 这就奇怪了 明明大家都说有 他为什么不承认呢 让人感觉这里面可能有问题 毕竟他们正在筹集资金的阶段 有可能会出现金钱上的纠纷 利益相关的问题 这一有问题一有纠纷 可能愈演愈烈 最后到了杀人的地步 这不是没可能啊 所以说第一个范慧丽 有问题 接着咱们看看第二位 这第二位呢 他是住在牛家的楼上的对门 也就是范慧丽的对门 他叫向东霖 需要说的是 这个向东霖 他也是当天早上 第一个跑过来帮忙开窗户的 他也是忙得最积极的 又是帮忙开窗户 又是叫人 叫了好多人来帮忙 那么有没有可能 他首先跑过来 他是贼喊捉贼呢 你别说好像也有这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当天他的反应确实比较奇怪 这个向东霖啊 他不是一般人 他是当地农场的书记 农场书记 别小看这个职位啊 在他们那个地方 这个农场大概可能相当于一个县 当然具体他是怎么划分的 咱也不太清楚 他可能即便不是县 他也是村一级或者其他的级别 总而言之呢 他这个农场书记 其实他是一个比较高的官职了 可能相当于县长 或者相当于其他什么职位的 所以说如果是一般人 你不管他怎么过来开窗户 怎么进入现场 怎么招呼其他人 怎么忙 那都是正常的 但他是个书记啊 他是书记 那就不一样了 作为一个农场书记 这么高的一个官职 他理应具备一些基本的保护现场的意识 毕竟一般的大场面 他应该都见过 他应该懂得这些 而且同事们也都说 说向东霖 平时心思比较缜密 办事也比较妥当 非常理智 所以说 这样的一个人 他应该是很靠得住的 一想 他应该就是懂得这些事 但是呢 他竟然第一时间就跑过去开窗户 还带着七八个人冲进了现场 把现场全破坏了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啊 不过对于这一点 向东霖也解释了 他说自己当时太着急了 光想着救人了 没考虑那么多 这倒是能说通 因为他和牛某确实关系非常好 早在成为邻居之前就认识了 但是无论如何 他这样的行为 跟他这样的身份比起来 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最后咱们再看看当晚第三位 他们一起喝酒的朋友 这位就不是邻居了 他是单纯的朋友 他叫吴秀昌 在这三位朋友里面 他和牛某是关系最好的 俩人认识二十几年了 而且都在农场里上班 牛某是农场的治安员 他是会计 但是他的行为 同样是非常奇怪 不只是他 连死者牛某当天也变得非常奇怪了 说在牛某遇害的当天的早晨 一大早 牛某就去吴秀昌家的地里 去找吴秀昌了 就在那儿 跟着吴秀昌一边干活 一边聊天 聊到了中午 俩人撂下锄头 喝酒去了 喝完之后 也不来干活了 直接去了牛某的家里 俩人在沙发上聊天 从中午一直聊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又叫来了 范惠丽和向东霖 四个人又一起喝酒 那为什么说他俩都奇怪呢 咱们前面也提了 当时五月份 农忙时节都忙着插秧呢 干过农活的朋友都知道 那个时候时间非常紧 早晨四五点就必须得下地干活 就这几天 错过了就晚了 就不涨了 但即便如此 俩人仍然不干活了 去喝酒了 而且一下午都没回来 一直在那玩 在聊天 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 在这么忙的时候 一般是不会随随便便的离开的 但是警方问他 说你们都聊什么了 聊了一天 吴秀昌却说 没什么大事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 天南地北的小事 已经记不清了 那这就奇怪了 如果真的没什么大事 那怎么可能放着地里的活不干 跑过来聊天呢 而且这俩人可以说 一整天都在一起 能想象吗 一大早就见面了 一直待在晚上 还是俩男的 在那聊天 一聊一下午 在屋里也不出来 这个场景啊 可能换成妇女 想象一下都乐了 怎么就这么亲密呢 怎么就好到了这样的地步呢 有什么事啊 那行为上奇怪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在案发当晚 吴秀昌 他也是走得最晚的 说当天晚上 这四个人一起喝酒 最早离开的是范惠丽 他七点半就走了 离开之后 他先去小区广场 把孙女接回家 然后又去了女儿家里 晚上在那睡的 这一系列行为 都有人作证 因为之前法医推测 牛某的死亡时间 是晚上九到十点 所以说范惠丽 他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接着当天晚上 第二个离开的是向东林 向东林是在晚上八点半离开的 离开之后 他又去了朋友家串门 一直到十点半 他才回到自己家 这一系列行为 也都有人作证 所以说向东林 也没有作案时间 由此可见 虽然说范惠丽 向东林 都有一些可疑之处 但是他们也都没有作案的时间 全都排除了嫌疑 那剩下最晚离开的 就是吴秀昌的 而且当警方问吴秀昌 说你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想不起来了 他说不记得了 所以说连这个回答都这么奇怪 那么这个吴秀昌的身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范惠丽和向东林相继离开之后 他和牛某又做了一些什么 这个人他会是凶手吗 在上节咱们说到 牛某惨死家中 警方根据现场的情况推测出凶手是一名男性 并且和死者牛某存在比较深的仇怨 而且他们认识 那通过对现场杂乱脚印的分析 警方最终锁定了三名嫌疑对象 而在这三个人中 唯一一个无法自证清白的 就是当晚最后离开的吴秀昌 虽然说吴秀昌和牛某是认识时间最长的 长达二十几年的好朋友 但是案发当天他确实也十分反常 那么凶手会不会是他呢 面对警方的询问啊 他当然矢口否认 但是空口无凭啊 他需要找到能够自证清白的证据 可是去哪找呢 在警方的帮助下 他尝试回忆当天晚上的一些细节 但他实在是太粗心了 问他几点从牛家离开的 他说自己没注意 没看世界 这不完蛋了吗 警方只能接着帮他回忆 说这样 你想想当天晚上你回家之后 有没有看表是几点 当时干了什么 他在那想了半天 终于想起来 回家之后啊 洗漱 洗漱完了以后 他抬头看了一下表 那个时候那个表是九点左右 哎 也幸亏当时他抬头看表了 警方为此专门做了一个侦查实验 发现从牛某家到吴秀昌家 最快也要十五分钟 如果说他当天回家以后洗漱完了 确实是九点左右的话 那么也就表示 他在九点之前 就从牛家离开了 而法医又推测 牛某的死亡时间是九点到十点 那么这也就表示 吴秀昌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可是问题在于 吴秀昌 说他是九点左右到家的 这一点该如何证明 说白了他怎么证明自己是九点左右到家的 对啊怎么证明呢 想了半天 最后吴秀昌终于想起来 他说当天晚上自己回家的时候 他的妻子在家里看电视 他在那走过去 顺带就扫了一眼 发现当时看的是一个电视剧 那电视剧里面 有一个男的给女的道歉 有这样的一个情节 于是警方就赶紧来到电视台 就问当天晚上播放的到底是什么电视 一查一看 确实在晚上九点十一的时候 确实有这么一个情节 那个电视剧叫错爱 就这样 借助这个电视剧 证明了吴秀昌回家的时候 确实是在九点左右 他确实是清白的 那么至此 当晚在牛家喝酒的三个朋友 全都被证明是清白的 这让警方犯了难了 既然他们都是清白的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这凶手到底是谁呢 在这八个人的脚印里面 除了妻子的 剩下的七个人的 基本都查了 要么是女的不符合条件 要么就是这几个朋友 他们全都没有作案的时间 那这可奇了怪了 之前分析的好好的 现场八个人的脚印 其中有一个是凶手 但现在可疑的都被排除了 这该怎么办 确实脚印这事 前面咱们分析的 可以说非常缜密了 很有道理 但现在脚印确实全都查完了 都没问题 怎么办 警方只能放弃这个线索 下一步开始研究其他方面 他们决定回归最原始的思路 从作案的动机开始分析 首先 为财杀人 这已经排除了 下一步警方开始研究 会不会是仇杀或者情杀 目前看来呢 似乎仇杀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因为凶手明显 是带着非常大的怨气在作案 而牛某的职业呢 又是联防队员 平日里协助警方维护当地治安 这样的工作难免会得罪一些人 于是警方就首先去询问了牛某的同事 但这一问啊 没发现有什么仇人 倒是发现这个牛某 他有外遇 在外面有小三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有外遇的话 那就有可能是情杀呀 比方说一个有夫之妇 跟牛某搞破鞋 被这个女方的丈夫发现了 被绿了肯定生气啊 有可能一怒之下 就会杀害牛某 咱们逐一来看 牛某曾经有两次外遇 第一个这个女方叫做小云 小云是外来务工人员 因为需要办理相关的证件等等手续 就和牛某产生了一些交集 一来二去就勾得上了 那两人在好了两年之后 被小云的丈夫张某发现了 张某非常生气 于是没多久就带着小云离开了 后来据调查 他们搬到了其他的城市 不过临走之前 张某跟牛某说 说这事我跟你还没完呢 所以说毫无疑问 这个张某都撂下狠话了 而且夺妻之恨啊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矛盾 的确是情杀的理由 接着咱们看第二个外遇 这第二个 这次女方是本地人 叫做小猪 小猪也是一个有夫之妇 她丈夫姓吴 咱们叫他吴某 这两口子都是本地人 但是呢 因为这个吴某啊 他比较内向 比较本分 也没有什么交际圈子 所以平常家里面 需要办一些什么事的时候 都比较难 都要去求别人 那因此 为了方便办一些事 为了寻求更大的庇护 小猪就经常去找牛某 俩人越走越近 最后产生感情了 而这个小猪的丈夫吴某呢 他不光是内向 他还迟钝 后知后觉 他一直以为是牛某 在骚扰自己的妻子 直到渐渐的周围 好多人都告诉他 说你媳妇跟牛某搞破鞋呢 吴某这才知道 但虽然知道了 吴某也一直没干什么 就从那以后呢 跟牛某不来往了 不相往来了 也不让妻子小猪 去和牛某见面了 两人为此 也爆发了很多次争吵 那再后来 因为夫妻之间的频繁争吵 小猪就独自去外地打工了 因此在案发的时候 他们家里只有吴某自己 小猪不在当地 那这个情况 可以说吴某的嫌疑 就变得非常大了 自己媳妇跟牛某搞破鞋 这换成谁都得恨得牙根痒痒 脾气爆的 肯定直接就打起来了 更何况 这个吴某他一直在隐忍 我们知道最怕的 就是老实人一直隐忍 因为他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会爆发 而且一爆发 肯定是非常残忍的 所以说 不管是小云的丈夫张某 还是小猪的丈夫吴某 可以说都具备标准的 情杀的动机 那么这两个可怜的丈夫 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凶手呢 他们有没有作案的时间和机会呢 首先对于第一个小云的丈夫 警方后来做了调查 发现他们已经回到老家生活了 在案发这几天 一直都在家里 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 所以他不可能 第二位小猪的丈夫吴某 据他自己说呢 说案发当天 自己七点多回到家 八点钟就睡了 但他这么说没用啊 家里就他自己 他没法证明啊 这个坏了 那这怎么办呢 好在这个时候啊 有邻居站出来了 所以说好邻居的重要性 这就显现出来了 因为当天晚上呢 他们楼下单元门口 有几个邻居在一块在那坐着打牌 从傍晚七点一直打到十点多 这期间他们只看到吴某 在七点多回家了 没看到吴某再出门 所以邻居可以证明 他一直在家里没出来 所以说吴某也没问题 那他们俩都没问题 那这个情况就又难办了 又轮到警方头疼了 这好不容易找到是情杀的线索了 但大家都是清白的 好在这个时候啊 现场的勘察有了新发现了 有民警发现 在牛某家的衣柜里 有一个很破旧的女士提包 在这个里面 藏着一封遗书 这个遗书是牛某的妻子 王金荣在半年前写的 那这就有点奇怪了吧 那没事写什么遗书呢 咱们先看看这个遗书的内容 它是这样写的 如果我和牛某有什么意外 我的财产都归孩子 由孩子的小姨抚养孩子 别人无权夺取 所有的财产归孩子小姨支配 等孩子长大了 再归还给孩子 下面是王金荣的落款和时间 2011年11月 那看这个遗书的意思 好像这个王金荣和牛某 要出什么事了 可能要都死了 所以他才写了遗书 但是警方找亲朋好友问了一下 在他写遗书的那个11月左右 那阵子他们家里 没有出现什么变故 这就很奇怪 王金荣他写遗书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呢 既然遗书里提到 把这财产孩子什么的都让小姨来管 于是警方就先找到了孩子小姨 小姨说 那个东西那根本就不算遗书 就是当时王金荣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放在家里了 跟自己说 有必要的时候 你来帮忙照顾一下孩子 帮着处理一下家里的财产什么的 以防万一 但是说实话 这也不对劲 因为这个内容 这明摆的就是脱估的意思 但是这个小姨 对此她也不清楚 看来这个事 还是要从王金荣的身上去找答案 于是警方就只能找到王金荣 跟他聊天 跟他谈心 一开始肯定不能直接就问这个遗书的事 就先跟他聊别的 聊着聊着 越来越深入了 聊他们的夫妻生活 聊他们的感情 那随着聊的越来越熟 王金荣渐渐的 他就说出了丈夫有外遇的事情 原来啊 一开始对牛某的外遇 王金荣他其实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晚上 他偶然间在别的女人的家里 看到了牛某 这才知道牛某有外遇了 从那之后 两人天天吵架 甚至还经常动手 所以说呢 表面上看 他们俩夫妻感情相当不错 外人也都称道 但实际上 这是因为王金荣比较要强 打碎了牙齿 往肚子里咽 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也耗面子 所以实际上 他们俩感情已经濒临破裂了 但他仍然在强装美好 伪装的一个很美好的样子 那么这个情况 这个消息的出现 也让警方豁然开朗 他们由此认为 王金荣肯定有问题 那到这儿 可能有朋友会感到疑惑 为什么仅仅凭借一个遗书 就能够认定王金荣有问题呢 毕竟前面都分析了 凶手是男性 王金荣是个女的 他凭什么觉得王金荣有问题 其实这儿啊 要么说是警察呢 观察力真的非常强 因为当时在刚刚案发的时候 警方去找王金荣 当时王金荣在弟弟家 那哭的是死去活来 甚至因此还昏倒了好几次 如果说牛某王金荣 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那么王金荣这个反应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这是一对貌合神离 还经常大打出手的夫妻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金荣还哭成这个样子 还死去活来 还昏倒 这就有点反常了 甚至有一点那么 故意表演的嫌疑了 可是王金荣当天晚上 确实是在弟弟家里 而凶手又是个男的 所以说作案的肯定不是王金荣 可即便如此 王金荣确实非常奇怪 纵使他不是凶手 他如此奇怪的行为 对这起案子估计也是知情的 于是警方就趁机问他 有关移书的事 而王金荣却说 那移书是写着玩的 这可能吗 肯定不可能 但是不管警方怎么继续问 他都顾左右而言他 不再说了 所以这个时候能发现 他肯定是有问题 不过没关系 既然他不肯开口 好在这线索已经出来了 牛某有外遇 因此夫妻感情破裂 经常大打出手 毫无疑问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 符合情杀的条件 而凶手不可能是王金荣 那么有没有可能 是王金荣 故凶杀夫呢 好像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于是警方就去调查了 王金荣的手机通信记录 这一查果然有重大发现 仅仅最近三个月 王金荣和一个陌生的外地号码 就打了300多个电话 发了500多条短信 而且最后一通电话 就是在牛某遇害当晚 9点钟 这个时间就是法医推测的 牛某遇害的大致时间 而且在这个电话之后 两者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这就相当可疑了 偏偏在案发之后 就中断联系了 这大概率有问题啊 于是警方马上去查这个电话 发现机主是一个男的 叫做姚斌 警方试图去找他 却发现他已经逃到辽宁了 这不用说了 这就是负罪潜逃啊 基本就是他了 好在当时2012年 已经开始火车票实名制了 所以没多久 这个姚斌就被警方捉拿归案 而他也承认了自己杀害牛某的犯罪事实 这件事啊 是这样的 牛某有了外遇 被王金荣发现了 王金荣非常难过 非常生气 偏偏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从外地来他们这收粮食的姚斌 因为经常收他家粮食 两人就认识了 那刚好那段时间呢 他们俩夫妻感情更加恶化 因为那阵子 王金荣患上了眩晕症 在床上躺了七天 而牛某从来没有关心过一句 天天出去打牌 连饭都不给做 这让王金荣彻底死心了 看到王金荣挺可怜 当时在收粮食的姚斌 就经常帮着王金荣买点吃的 王金荣挺感动的 那渐渐的俩人就互生情愫 就这样 丈夫牛某搞外遇 妻子王金荣也开始搞外遇 而王金荣和姚斌的感情 也迅速升温 渐渐的每天 至少打四个小时电话 短信几乎是24小时 不间断的发 那这感情到了一定程度了 俩人就想着结婚 姚斌呢 人家是离异 自己一个人 但是王金荣不行啊 所以王金荣就跟牛某 提出要离婚 牛某一听生气了 他说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现在不懂 我们不可能离婚的 就算要死 也是咱们俩死在一起 那这可完蛋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离婚又不让离 王金荣说 说那个时候啊 自己是彻底绝望了 所以说 好好学习有多么重要 为什么 他不跟你离 你可以诉讼离婚啊 交给法院去处理 法院觉得 你们俩夫妻 这感情可以修复 会给你调解调解 没准调解一下 又和好了 这多好啊 皆大欢喜 当然如果法院 通过各种调查证据发现 夫妻感情确实破裂了 就会给你判决离婚 那这个时候 就算对方不同意 那也得同意 别说什么离婚冷静期啊 离婚冷静期 那是协议离婚 跟这诉讼离婚 不沾边的 但是问题在于 王金荣他不知道啊 他不懂 那个时候 他满脑子都是想 不想过了 但是又不让离 怎么办呢 他一狠心一跺脚 干脆啊 你不是说要一起死吗 好 那咱们就一起死 可是怎么一起死呢 这个时候 还是凸显了多学习 多看书的重要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您猜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 这个办法听了 都能把你逗乐了 王金荣上网 在网上看 说大虾和维生素C 不能同时吃 一吃会产生披霜 会死人 他信了 就买了两三斤大虾 又买了好多西红柿 因为西红柿里面 有维生素C啊 当天晚上 煮大虾 糖拌西红柿 好家伙俩人吃着 还喝着酒 结果呢 什么都没发生 当时警察听了都乐了 这网上的谣言 什么年代了 还幸啊 这个大虾呢 和维C一块吃啊 确实会产生披霜 但那是有比例的 你可能吃一斤虾 要配合一吨的维C 才能有披霜的 你这样吃 肯定没用啊 但是王金荣不知道啊 他真的以为俩人会死呢 那本来以往的情况呢 在吃完晚饭之后啊 牛某会看电视 王金荣会自己玩电脑 完全没有交流 但是那天呢 他不是准备一起死吗 他想反正都要一起死了 就一块在最后看一次电视吧 所以他就坐下来 跟着牛某一块看电视 一块聊天 结果聊着聊着 他感觉俩人之间的感情呢 好像也没那么坏 也还能凑合过 就心软了 那虽然心软了 但他又不敢把这个 瞎和VC的事说出去 就只能继续聊天 心想就这样一块死了 那也未尝不可 就当互相给对方谢罪了 当然最后的结局 咱们知道啊 肯定都没死啊 他死不了啊 那到这儿呢 王金荣心软了 但是姚斌他不会啊 姚斌想跟王金荣结婚啊 所以姚斌提出 干脆啊 你别管了 我来动手 于是5月12号 案发那天晚上 王金荣得知 牛某要和三位朋友一起喝酒 于是他就联系姚斌 让他准备动手 等他们喝完了 朋友都走了 牛某睡下了 那个时候是9点左右 王金荣假装去弟弟家里串门 故意不拿钥匙 并且在离开家的时候 故意不锁门 为的就是方便姚斌 一会儿进来作案 那再之后 在9点半左右 姚斌按照计划 拿着斧子进入牛家 举起斧子 杀害了牛某 并且拿走了钱包里的钱 伪装成了抢劫的样子 在临走之前呢 他用牛家的拖把擦掉了自己的脚印 所以实际上凶手是清理了现场的痕迹的 但王金荣呢 还是非常狡猾的 第二天早晨 他故意叫来了热心肠的向东霖 让他帮忙开窗户 而向东霖又招呼了不少其他邻居来帮忙 就这样 现场的脚印就非常混乱了 也成功的给姚斌做了掩护 也因此把警方带沟里了 警方一开始认为 凶手没有清理现场 但实际上 凶手已经清理了 这就是所有的案发经过 后来在姚斌的供述下 警方找到了被丢在河里的凶器 那把斧子 那么至此 证据确凿 姚斌 王金荣都被关进了监狱 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这起案子说完了 这里面我们能看到有一些很愚蠢的地方 甚至能够把我们逗乐 其实这起案子告诉我们 无非就俩问题 第一 夫妻情感不和 想离婚 如果对方不肯 不是说一点办法没有了 还可以去法院起诉离婚 诉讼离婚 不适用离婚冷静期 第二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信息泛滥 别什么都信 谣言太多了 那这两点呢 其实结合起来啊 也就一句话 多看看书 多学点东西 压抑天性 别光意气用事 这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